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突發新聞 在前蘋果娛樂版 余一 見到我們那位人稱內奸的窮飛龍 嘩 厲害 我今天特地請到他上來 跟我們做這個專訪 飛龍哥 大家好呀 飛龍 人家說你內奸我都不相信 經常幫著TVB 現在被人拍到你 拍到我什麼 跟兩個TVB的家裡的老魚 還有一寶 蓋世寶 跟譚玉英兩個 一黃兩後 在灣仔的時鐘酒店附近 進出入入去吧 跟正一下吧 哪有時鐘酒店 附近有的 那條街附近有的 那條是玩具街 我們再去看玩具 說什麼玩具 什麼玩具 沒有什麼舊玩具 是吧 新聞是要這樣做的 真的 好了 先說一下 你這麼厲害 有新聞價值 在余一報理 你說那個收體率 比MIRROR還高 看你這個新聞 是啊 我看到暫時三萬多點擊 我看到教主跳舞 跳舞 不過一萬點擊 不要這樣說 等一下別人 你說你的粉絲 不是 我叫人們快點去 MIRROR那些粉絲 是不是 那你真的說MIRROR的粉絲 不支持余一 不是 不要留意 他只看他們的IG 讓我幫他玩 他昨天跳舞 其實已經在各大媒體上 已經有些女生風傳 Anson Lo跳舞好看的 還有Germary Germary 對 兩個人 膠主跳舞好看的 不錯 那就看看你 現在 你的風秀 帶著兩個美女 是不是 嘩 現在被人偷拍到你 現在你的證據確鑿 我以後不知如何面對觀眾 你知道 YouTuber 上TVB 你知道以前也搞很多風波出來 等一下又說封殺 我一會兒在無線抵制的群組 什麼戰線上看到抵制我的YouTube頻道 熊飛龍在這裡 和五仔做節目 那我就死了 是不是 我沒有那麼大殺傷力 你沒有那麼大殺傷力 你知不知道 我們每次講到電視台的節目 有時候也有十萬多觀看 過六位數字 十萬多人 十萬 雖然是這樣 不過余一說你是失蹤人口 他是失蹤人口 他說很久沒見你了 即是他沒有聽你的頻道 不要緊的 不聽就不要聽 沒有所謂 真的沒有所謂 喜歡聽緣份到就聽一下 既然大家都進來緣份到 不如先給我一個讚 訂閱 我們今天就說熊飛龍 竟然成為了這條影片的主角 首先我想說 我跟另一位YouTuber不是很相同 哪位 哪位 上次他有收報酬去旅行的那個 哪位 現在拍拉登那個 明仔 明仔其實現在的影片做得不錯 不過黃標 黃標 黃標嗎 那些影片 真的想說一些 網友 我去鼓勵一下我的朋友 我說明仔你真厲害 你現在拍到一些猛片 很好看 但我想黃標 然後他回答 沒辦法是我的宿命 下面那些人來駕我 駕你什麼 說我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即是說明仔的影片高質 嘩 撐你個廢 下面也有人說 吳仔是重量的 明仔是重質的 兩個都很努力 有些人說話挺好聽 有些人說我是拍垃圾片 每個人都不同風格 那你說我拍電台的節目垃圾 那你什麼心美商台都全部垃圾 Dudu姐那些 全部只有聲音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說人家 不可以 即是大家的風格不同 即是滿足的觀眾層都不同 喂 你們這些傢伙 沒有付出 走來和我 真的在批評人家 什麼什麼 我一定要做很多時間 然後滿足你的眼睛 現在我幫家庭主婦 要在他們洗碗 開車 或者怎樣的同時 聽聽我節目上班 不可以嗎 即是百貨應百客 基本上 我們這些 就純粹說一下 明仔之前被人罵 現在其實都很努力 做影片 現在都沒有人罵 沒有什麼 到你了 哈哈 他上完到你上了 現在 不是 他那次 是否捐了舊錢 他不是說他身金幾多倍 是啊 是啊 我告訴你今次我的身金是多少 捐了出來 啊 TV buddy 一哥 哈哈 你死不死 人家收錢 你都說 這些是金錢的奴隸 你這個什麼 義工你都跑去做 你真是 因為最主要一件事 其實我 我想當年三十多年前 我已經認識譚玉英 好像說有一段情 哎呀 真是厲害 我們跟無線舊友的藝人 我跟李遠華又在互相互生情數 你呢 就跟譚玉英竟然有些不民的關係 不成民的關係 哈哈 那你跟李遠華有沒有不民的關係 我想有啊 我不知道多想有啊 他經常很喜歡我 但我又說很喜歡他 你們那些是新發展的 我們那些其實是以前 三十多年前 譚玉英竟很漂亮的那時候 是啊 我當時在節目上 我有上他們的節目 哦 這樣的 不是啊 現在雜誌說拍到你啊 和蓋世寶兩個拖著啊 誰有啊 哈哈 不要作新聞 通常你要說來源在哪裏 哪裏新聞說哪裏字 我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被人告你誹謗 不是啊 拖著個小朋友 幹嘛呢 你是當時上兒童節目的嘛 這不是兒童節目的嗎 那些人經常說這是兒童節目 這是不是兒童節目 這是不是兒童節目的 這是不是放入ICU的嗎 哈哈 不是放入ICU的 不是 好啊 現在說報紙怎樣寫你 是 就是拍攝那一天 看到譚玉英姐姐 和蓋世寶 在灣仔太原街 尋找昔日玩具 其中一間玩具店裡取景 譚玉英還很興奮 搞一下頭頂的呼拉圈 西瓜波 哇 估計就是搞一些七八十年代 小朋友的玩具 那同場嘉賓呢 就說不是梁朝偉 又不是周星馳 他說 而是當年 都成十年前了 這份報紙 十年前 專門惡搞歌詞的窮飛龍團隊 陳力恒 寫了你的名字 Oliver 爆壽 中英文名字 爆了 我說飛龍哥都賣聲 你們這些記者 你真的懂得背份嗎 我們經常都說 飛龍哥又幫誰誰 這些不說 平常說多些 估計是說 是分享一下窮家小朋友 宜時的玩具 鏡頭前 就說見到你好像發福了一點點 當然是福了 驗福無邊 兩個美女 就說你當時就唱 補貼屋 就投訴沒有屋沒有女 我想說 現在不知道你有沒有樓 還有有沒有女朋友 儒記也想這樣問你 這個儒記 不做功課 我們最多被人說不做功課 原來現在的儒記也是 他在說我的歌 他在說我的所有情況 都是十年前的事 對呀 又說你沒有樓 又說你沒有女 窮飛龍本身是有錢仔 沒有樓 沒有樓 不要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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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錢的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我是普通人 普通人 銀包只有幾十元 你什麼情況 你跟記者說 有沒有樓 有沒有女 大家都知道我結婚 有個女 有老婆 成功人士 不是傷失的 名字有個窮字 不是代表他真的窮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 跟網友解釋 待會抵制我台 你無端端上TVB 其實我以前在430的時候 有段時間 整個都出現 比賽表演 等我再說 我只是想問你 是不是在電視城門口 等譚木英收工 拿著紮花 你說你跟譚木英有段情 有段什麼情 什麼情 普通的友情 是嗎 人家當你是朋友嗎 還是做事 不如說一下這個節目 什麼節目 這個節目 類似早前有些尋仁記 但尋仁記就是 尋仁記 尋仁記 怎樣 昨天也被阿譚說 我說得不謝 尋仁記 去灣仔 紅燈區 尋仁記 我們下次拍 那時候是一些新聞出現過 一些很多年前的人 找回來的 我們這個節目 其中有些環節 是找一些以前在兒童節目出現過的人 我有段時間 比較活躍一點 你就是常常駐台的童星 其實我不是演員 我只是去玩比賽 你是嘉賓 即是你在四三年穿梭機 是嘉賓 你現在在我的台是嘉賓 你最適合就是成社都做嘉賓 成社都做嘉賓 一個出名的嘉賓 當年他們那時候 玩呼拉圈 最主要 我剛剛才出了一條呼拉圈片 你就是十環邦 我真的打算拍殺雲邦 你啊 十個呼拉圈 哇 真是高成本製作 還未出 還未出 怎樣呢 然後怎樣呢 那 這個節目其實就是 找回我 講回一些回顧 今時今日 這個小朋友 長大了之後做什麼 是 好 現在就是最聰明小人稅 你告訴觀眾 其實你是小過譚玉英 我是小過譚玉英 不過原來 蓋世寶小過我 不是不是吧 哈哈 蓋世寶大我 神經病 那 現在蓋世寶漂亮不漂亮 OK 不錯 有沒有老了 那樣子 當然會 成熟了 成熟了 很正常 是不是 譚玉英呢 譚玉英也成熟了 你當年覺得 譚玉英漂亮不漂亮 小時候 很漂亮 當時我有什麼主持呢 有譚玉英 周星馳 曾華善 張岳強 曾華善應該很漂亮 真好 應該比譚玉英 兩個都差不多 你眼中 我眼中就差不多 譚玉英是比較友善的 其實經常說 周星馳以前在430穿梭機打的小朋友 你就是比周星馳打的小朋友來的 不是 周星馳沒有打過 只要折折小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當年也有參加比賽 他早幾年的時候是記者 他寫了一篇對周星馳的感想 他有童年陰影 怎樣 彈他後面 我朋友當年也在表演唱歌 錄完影之後 周星馳也在跟他說 他唱得很噁心 真的嗎 對 心理變態 周星馳跟小朋友說這些話 因為譚玉英說過 周星馳 當小朋友不是小朋友 是跟他同年紀的人 同年紀也不是這樣說 你只能說他老實 他聽到什麼他就會直接跟你說 他這樣做人嗎 當年真的 是嗎 我也沒有批評過你 我不會 周星馳也有說過我一些 說你什麼 你剛才做的動作 很愚蠢 搞到我忍不住笑 差點NG 你知道嗎 你累死我了 差點累到NG 當年我聽到 這麼大的哥哥 你這樣跟我說 你好請喝茶 但我現在聽到我覺得OK 我忍到周星馳笑 是嗎 他那個人 他那個人都很特別 其實我都試過 說錯話我罵小朋友 拍港台節目 為甚麼 因為那些小朋友說 你別以為那些小朋友 你以前是純的 我那時候拍港台節目 扮老師 然後有一些小朋友 在那裡聊天 就說吃午餐的時候 去踩小鳥 踩小鳥 踩小鳥 是嗎 很變態 那些小朋友多大 我很小 小學五年級 小學五年級 又在那裡說色情 又在那裡分享一些色情圖 讓我看到 然後吃完飯回來 我在那裡打遊戲機 那個小朋友很可愛 走過來跟我說 哥哥打甚麼機 然後我跟他說了四個字 你覺得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他呆了 呆了 因為我看到他們在做甚麼 告訴你 但是周星馳 對著任何的小朋友 都會這麼直 是啊 我是專門收一些邪惡的小朋友 告訴你 那沒事的 這些就 那節目其實就是講這些 很多人批評 如果真的 猜是做懷舊 玩具這些事情 你自己拍完 你覺得 觀眾層是否瘦呢 他不是兒童節目 他算是懷舊節目 是嗎 我想他第一件事 是之前有類似的節目 是 浩平 那 想轉一轉個方向 最主要 這次的節目 是創意官提議的 即是王祖蘭找你 不是王祖蘭找我 即是他提議 他提議 因為他是兒童節目出身 他很想做一個 以前兒童節目的回顧 是嗎 他是這樣的 他什麼時候出自傳 是嗎 創意官的創意 唉 這樣 你覺得呢 人家說 老鏗台做老鏗節目 那時候 白花油 味都未脫 他這樣寫 網友我照讀 你會不會覺得老土 你拍完之後 你感覺上 其實我不太知道 他們最後拍出來 是一個什麼風格 即是一個很懷舊的風格 還是 你知道有時候 TVB 你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拍的 因為我當日 他們有稱讚我 沒有什麼NG 差不多什麼都一剔 但是有時候 我覺得 真的可以嗎 因為我自己拍攝 其實我剔了很多剔 你真的低估了自己 低估了自己 他現在網絡流行 即是攝影兒 哈哈哈哈 你覺得你有那種味道 是不是 他說可以 這個人 說笑而已 有可能 真的 是不是 你還未是那種 也有人留意 但那種味道 你說話是窒 然後TVB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對呀 都窒窒的 沒有NG過嗎 收貨嗎 他現在流行這些 流行這些 有人又批評 他說這單新聞 為什麼會是 這個 余一那裡 獨家出來 余一其實就是 蘋果 娛樂版的前身 那裡 有人說 王 又說王 幫TVB做宣傳 王 王你都好啊 這樣 你怎麼看呢 在這個台上出來 現在叫做幫TVB宣傳 那他平時的新聞 有沒有TVB 沒有 沒有的嗎 唯獨是報你 真的報你才有 因為 因為本身 我當年有少少名氣 其實是 蘋果報我的 哈哈 他就記得十年前的你 所以他的印象就是記得我 我是他 我炒大鑊一點 我就說 陳力行 窮飛龍 拖著兩條女兒 有什麼不倫的關係 我一定是這樣寫的 我這樣寫的 這樣會被人委託嗎 不會的 不會的 告不入 因為名字有窮字 你也不會打官司 哈哈 不是我 我隔離的主持 我他們娛樂圈 很少傳緋聞 有得傳 不知道多開心 說笑而已 說笑 譚佩英姐姐這個人 都挺譚佩英姐姐的 我之前很廢話 之前我都見過他一次 你見他的時候是什麼事 五六年前 請他做導師 被含家拿狗 弄到整件事禍了 我這件事是不是要說 我不知道 我要跟譚佩英姐姐說他對不起 即是你們有對話 見面 有 開了會你也在 我在嗎 我不是在 我當時在公司裡 有一個做傳媒人的記者 就找一些人回來做導師 教KOL 做主持 然後呢 陰佩玲就出錢給導師 跟人談價錢 他自把自為就說 問譚佩英姐姐一千元可以嗎 不是 你說他不是含家拿狗 你說他是傻的 傻的 傻的 真的很尷尬 然後呢 我跟同事 找譚佩英姐姐的聯絡 你的同事是哪裏出身的 說這些話 那些妖婦 就遲些幕後跟你說 待會就像周圍唱他一樣 不是 那件事就是 我一說他還覺得 沒有問題 做導師是這些錢的 人家做補習 一個小時幾百元而已 譚佩英 一千元一個小時 TVB出來做 特約 做訓練班出來 都一千元一個節目 人家做了二十幾年 你是不是侮辱 然後找他回來 聯絡那個人 是 你這樣 招起我 你是不是招起我 我給我聯絡 你找這個人回來 請他做導師 你說一千元 真的 浪費時間 搞到你也有問題 是啊 我現在跟譚佩英姐姐說 對不起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有時候妖婦在搞風搞雨 那一開始就是 總之這些過了 見過一次 覺得他的人 其實你跟兒童節目 見他沒有分別 因為兒童節目 都已經很表現他真實的 他就是這樣 其實年輕的時候 很多時候 因為430 每個主持都有一個定位 是 譚佩英姐姐 出來就很多時候 告訴你 糾正你什麼錯誤 智者嗎 智偉老人 當時不是老人 智者的角色 是這樣的 蓋世寶呢 現在有沒有 做一些老屁股 我不是很熟悉他 什麼叫老屁股 我這樣說 因為我小時候 見蓋世寶 那時候我也是十七八歲 他很年輕 那時候是二頭 因為他那時候很英俊 那時候 他大得很少 他大得很少 但是他那時候出來 就是 你看他就可愛 是 全部人再來一個 拍手掌 來來來 快點 整個感覺 好像想帶動人 但他的樣子很可愛 因為他的可愛性 做一些東西出來 很老跡 就覺得他有點老屁股 那時候的感覺 現在呢 你怎樣看他呢 蓋世寶 差不多 都是這樣 合乎他的年齡 是嗎 我看他現在好像成熟了 成熟了 我看他那時候 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他的樣子挺漂亮 好像朱欣 像的 朱欣的感覺 挺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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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活力的 是啊 但他在TVB 又做不到 會不會和他的名字有關 其實他的名字有點奇怪 蓋世寶 太有殺氣 蓋世寶 嘩 嘩 真的大吉利士 他又會有這樣的名字 好像是真名 是嗎 不知道是不是真名 是啊 如果他叫蓋什麼拿 或者蓋冰冰 那些會不會變成另一個 唯一那天 蓋世寶 有些事情我猜不到 哈哈 他說他小時候 是沒有看兒童節目 這樣說回來 是啊 跟你說沒有看YouTube 會不會差不多呢 不是 因為他說家裡不讓他看 為什麼 覺得兒童節目會嫁壞人 或者要讀書 知而取禮 他沒有看過的 是啊 所以 例如我們那天 譚瑋瑩說回《四三年》的事 是 他完全不知道曾華善在《四三年》出現過 假裝不知道是不是 他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是很清楚周星馳 他簡直沒有什麼印象周星馳 那代表他其實是 不是很關心娛樂圈的 不是 那他進入娛樂圈的時候 已經是之後的事嗎 就是不斷的造字 沒有理會之前 有些人 他是不會理會他進入娛樂圈 他不會理會他自己進入娛樂圈之前 所有發生的事 喂 我就會理會 我是做的 去到關德興那裡 我也知道 阿錫堅打北派那些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所以沒有人連《四大天王》都可以做到 你記不記得《星夢》 還在問他們 放一些照片出來 阿哥是不是顧天樂 劉德華那些 張學友那些 他們全部都認不到 有些人是這樣的 當然是做這些研究的好處 所以一個人熊不熊有些原因 你的腦多資料 講起上來 你知道別人的成功秘笈 這些就要學 要讀自傳的 我們說經常做過成功人士 他不看的 周星馳這些都很成功 這樣說吧 過完這個節目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你之後會再在電視台發展 你的幕前工作 即是接下來會拍劇做男主角 你畫面 怎知道 你電視台出現多過我 是啊 偶爾有人說 看上面見到五仔 經過這樣 以前會做一下 但你不一樣 你現在是新簽的 我沒有簽過 我也說 我的新金就是TVBuddy一個 即是不會再在電視台發展 你純粹是上去做嘉賓 他純粹是找我做訪問 因為我以前和譚有段時間 情侶 我想說不只在電視裡見到他 因為那時候我住在 近一點的廣播道 所以很多時候 禮拜天在家裡喝茶 我是會遇到譚若英和周星馳 見到他們兩個做什麼 整班工作人員 因為那時候430 每逢禮拜天 他就會錄影小朋友的遊戲節目 通常1點左右 錄影完 他們就會在附近 很固定一間酒店吃飯 見到幾次 譚若英見到我 他有跟我 跟我說嗨 他記得我叫什麼名字 即是好像Ben哥 經常見到我 以前和Mary 在九龍灣逛街街 但周星馳是比較特別的 周星馳是一個人坐在那裡等位 不跟所有工作人員聊天 譚若英會跟工作人員一起聊天 周星馳是坐在那裡 好像不知道在想 明犯天殺故星 我為什麼要在那裡 我為什麼要這麼折奪 他的心情就是在想上 其實他們主持各個不同心態 周星馳有可能 他不是很喜歡小朋友 他不是很甘心 當時在兒童節目 他簡直討厭 但聽說張國強 是主動要求留在兒童節目 不喜歡做的人 就變成天王巨星 喜歡做的人 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因為張國強本身原來 是足球員出身 很早70年代 已經跟袁彪拍了一套 叫波牛 日本當時是有影迷會 他當時是個年輕人 但他有這樣的背景 他竟然選擇去做兒童節目 是主動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受過藝人訓練 是 他覺得兒童節目日日見人 是 他可以幫助適應怎樣面對鏡頭 我告訴你 選擇這條腦真的很好 哈哈哈哈 你認為自己是持中物 你成小就做這樣了 當時明不明白他的合作夥伴是黃天林 黃天林的徒弟就是杜琪峰 如果他當時沒有入兒童節目 你可能已經跟杜琪峰很熟 然後就變成劉德華 不劉德華 起碼是任達華 經常跟杜琪峰合作那些 劉青雲 真是死了 如果選錯了 差一點也會是臨雪 他不會是臨雪 張國強 哈哈哈哈 他挺英俊的 他很英俊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因為瓊飛龍去了TVB 那一集成為了男主角 是不是你是男主角 是不是你是男主角 那一集 我應該是其中一部分 Mingley介紹的人 厲害了 不知道他上了TVB 你們會不會繼續聽到瓊飛龍的聲音 然後又抵制在TVB戰線 封殺五仔的台 我想說 下次如果說3TV 那些人會說 把明幫TVB 對啊 離譜 平時他們都是 我現在在想跟你絕交 無端端有個人 電視台出現的 TVB見到瓊飛龍 那台還聽不聽嗎 請問你有沒有跟Ming仔絕交 沒有 好朋友 不同的 你都說Ming仔不同 Ming仔懂得賺錢 你做義工都做 傻的 這個人怎麼跟他繼續拍下去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一下笑 拜拜 拜拜 拜拜